我就在佛陀面前射戒 那么从现在起开始射戒期限是多少 这样去射的话一定会有相应的功德利益的 不会不得见 我说 佣内的你对我们对 你君子的主他当中对你 这对你 将刹 推广为谁 这三年左右四日的六个字的 四日的六个字的一充正里 他们平行期间的八十三 这三余是六个字的双方 如果我们在修禁止拆戒的一鬼池 是不是一定要做大礼拜? 如果可以做大礼拜那也是很好的 应该要晓得因为大礼拜本身对于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健康也是有帮助 那它也是属于生的鼎礼的一种 那么鼎礼本身分为生的鼎礼、余的鼎礼、义的鼎礼 但其中最为殊胜的是义的鼎礼 对于诸佛、余族信心就是义的鼎礼 其次呢,老公的次质是余的鼎礼 生的鼎礼是第三的 所以最好的就是心意当中可以诸佛做鼎礼 如果你在实际上要去做礼拜是有困难的话 像转到转间中也可以属于义的鼎礼的一种 它可以转一切的生的善根在其中 它可以包含容赦其他的生的善根在其中 或者说时通咒语的时候熊焰柱 这些其实都是有相关的意涵在的 所以可以的话就常常做这些义的鼎礼就是很好 当然你能够做生的鼎礼也是非常出身的 所以我也是非常出身的 我相信你有没有用的 没用的 非常有意思 我相信任何人需要一扇 你还觉得呢 我有一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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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够做什么 我有一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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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是他们的大利益 所以目前要扩开 这是他们的投资 看看 这些投资的投资都是 他们到了这种投资的国家 那些都是在这种投资的投资 他们都只是在描述的 一上只吃都會和他們一起吃 像是有的 坐在一起 他們的身體 口感到你們都會出場 他們都會感到 他們都可以吃 像是一般的 一樣的 然後他們就有吃 我們可以吃 我們也有吃 现在正在给大众分发 包括了佩解脱还有面珠 这个佩解脱手环它有两个层面 先前跟大家做过介绍 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外面有白度母的行走 这个主要是为了要作为见解脱的 它有见解脱之后以白度母行走 能够令我们获得长寿的功德 另外里面是处击解脱 就是佩戴解脱 处解脱它的意思是乃至一般的动物 他们如果能够接触到处解脱 以此姻缘将来死后我们就往生三天 然后在天界之后再转世成人将来有机会获得解脱的 所以有这样的功德利益就是手环 另外就是念珠 这个念珠是在摘歇期间加持过的念珠 它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性的 比方说诸位如果有空的话 就可以使用念珠来念中六十大名称 然后常常在念珠的时候就想着自己就是本尊 自己跟本尊没有差别 常常提起这样的政治正念 那么常常带的这个念珠就有利于 我们把它当成是提起自己内心政治正念的所义 所以请大家珍惜 重视今天所吻发的这两个节目 然后说说 能不能让你们去探队我们去看 东方的就是东方索亚人的你们现在就应该去吗 信仇 信仇想求的 然后我发现信仇 在家里修衣柜的时候不会做狮子 可以用什么来饭饭呢 可以用水果或者是自己可以找到的那些食品 作为替代物 在过满以后自己也可以食用 或者是拿去恩给其他的动物 昆虫吃 今天珠坛罗路上 你们说庭巴尼斯是一个庭巴尼 为什么怕谁出帝 你你们把你们的君子人当别话给出了谁 我记得是定义 这些庭巴尼 为什么出帝 所属的 今天有很多人 Daniel跟娥独天죄 falei 我昨天 же訪 et娥独天 dedi 我去看 50有很多人 你EN上 tego años 去着chahouse 我來看看 把如rag都送得讓 在年轮上的散开 所以才一个长的区域 就是一样的 是你的人 因为你终于一个失散了 在后面的人 平时的西洋 很难道 在西洋里面的人 都由于西洋里面的人 在其中央之后 在西洋里面的人 在法文当中提到观音菩萨心间放光的 放光跟光芒收射回来 观想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代表着 观心菩萨代表着大悲心 自己的信心越强 光芒就会越强 这样子是相应的 自己的悲心越强 所能够给终生带来的利益也越大 观想光芒放射跟收回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心跟 磁心跟菩萨的功德是有连结的 就像是人跟其他的动物或者是小虫 彼此是有连结的 但从外表上来看 好像看不到这层连结 内在的连结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在生意当中是相同的 所以当我们的悲心越强的时候 我值就会越弱 观音的本性就是大悲的本性 所以当完全没有我值的时候 能够完全通达自他活儿的情况 就能够真正正得究竟的大悲 那个就是如同虚空的真正的观音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 主办主要是三杰国 你三杰国哪里有什么 三杰国哪里有什么 有三杰国哪里有什么 订阅前面 没有什么 这些是三杰国 三杰国 没有几个大方 有什么 这些是三杰国 现在是 全都是黑眼神受害而建成 gill藏鑽 所以这些事情是他们这些人扫着 他们这些人扫着他们的扫着 学化前需要解解的用意何在 主要是为了避免 第一个层面是为了避免干扰 避免我们分心换散掉 因为如果你不解解的话 与他人交往很容易 与他人有这些人际互动的往外 就很容易想如何如何 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分心的状态 所以在禀除了分心的外缘之后 透过解解禀除分心的外缘之后 首先我们就能够专注地修极致 乃至于能够借此而要结心的实相 透过这样子的修持 解解的修持能让我们的心更加的亲民 而进而生起真正的悲心 再进一步的这个悲心 就能够骗及一切有心中生 所以他的必要性就在于 能够让我们保持极致 当我们有真实的体制的时候 才能够产生圣观的功德 在生起圣观的功德之后呢 真实的悲心将会生起 而这个悲心的力量 能够骗及所有众生界 请记住 所以就是生了一簧 我 liv然而根本的弟兄在那裡 有些人在那裡 有些人在那裡 我ola地出来 我可以可以幫我 我朋友裡在那裡 雖然有什麼東西 但是我可以幫你 我朋友在那裡 我會判斷 这个之宝在这个人说 这些人做了这些计划 所以那些计划的être计划 他们有这些计划ноз 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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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计划里有一个计划那些故事 计划的是他们能选成到了 似乎他们不知道 广播计划 他们想要到这些计划 如果他们去现在计划 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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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發 一个有点献上 柯山谈春的智慧孙是站着还是坐着 因为它有一个宝座 是坐着那么快的站着 那实际上所谓的智慧尊 你不要不用去管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姿态 主要就是 你在观的时候 你当然要观它的本性如同虚空 刚刚如今拿来那个图 那个图是中间就是这个 就是有许多欢迎的神像的这个图 这个就是代表着 优如虚空的智慧尊 应该要这样子去理解 理解智慧尊的意义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除了如同虚空一般的化身之外 化身则是骗于世界上的各地 凡是一切具有慈心悲心 或者是从事的佛法的教学跟修行的人 这些善知识们都可以算是化身 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 宣传法音在转法门的这些善知识 都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应当要了解的 所谓的化身指的是从内心上来说的 我们的心跟观音相同的时候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只要是具有慈心悲心的男性 他就是观世音 只要是具有慈心悲心的女性 他就是知识度 应当要这样子从化身的真正的意涵去认识的 就像我们这次的法会 所以功德主他提供了许多的顺缘 让我们能够从事这样的正法的修行 真正讲起来的话 他们提供正法修行的顺缘者 男性就是观世音菩萨 其实就是自尊度母 应该要了解这样子的见解 这不是我们给他取一个好听的名称而已 实际上看照密宗的观念 六道友情中生真正都是佛多的化身的 应该要这样子去看 对方说 不过正常的对方说 没有怎么说 你现在人家的的东西 最阻挡事件的由信许, 这些门会怎么办? 我只是自尊度母在右边 所以说 但是 有点 不许都 那 对方说 就是 可以做一些这种学生的经历 当中有学生的人 当中一直讲 新的独播员都存在 不像罩有才 away 再说不像咱们的远真 但传奇他们的养真 不像鼓励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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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渡有点是 是不是有点缓 假设这些你 你怎么动 那么不像我们的 自动 在爬本的一开始提到要自观观世音菩萨 那这个是牵手牵沿呢 还是一面二臂呢 还是一面四臂呢 那如今的回答是说